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4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 中央拍板防疫警戒从7月27号降至二级,开放餐厅内用 台东县政府先前以顺应民意为由,维持内用禁令 24号召开沿山会议之后,县长饶庆林宣布跟进中央 开放餐厅遵照防疫指引,提供内用的服务 至于越市则是维持禁止内用,鼓励外带的方式 今天在做的任何的决策,都是要帮助台东乡亲的生活 在防疫原则下尽量过得很好 台东县长饶庆林一席话说的沉重又严肃 全都是为了因应7月27号防疫警戒降级 台东县政府24号以中央管制措施指导原则,召开演唱会议 针对餐厅是否开放内用的问题 县府在遵循中央指示以及参考各县市的情形后 决定开放内用 不过餐饮业者必须设置隔板 采梅花做及时连制的配套规定 解封当然是比较好啊 因为现在鱼货,抓到鱼货餐厅都没开 鱼的价钱都蛮低的啊 对鱼民来说是一大负担 餐厅内用与否牵动整体产业链 尤其是疫情期间饱受油价上涨 鱼价走跌之苦的鱼民 终于不用苦恼,鱼火没有销路 生计能够有着落 另外这夜市的部分仍旧维持不开放内用 至于摊伤数量则会有现有的二分之一 增加到四分之三 不过游戏摊尾仍不开放 鼓励民兽预约外带或外送 不可边走边吃 口罩啊,酒精啊 尽量把它人隔开 像我这次开放空间 我都会把,你看我椅子都是分得很宽 在那边坐一个,这边坐一个 这样子 县城老师林也表示 政策的推动无法做到尽善尽美 不过在防疫优先之下 会以宪明的健康安全 以及地方经济为原则 让台东的各行各业及经济逐渐复苏 介绍家会台东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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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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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 soccer